北明有声 只需要装作再睡觉就可以了 左寒对诚哥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你不要多说任何一句话 他不管问你什么 你都说不知道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另外等我回来 你先给我开门 左寒躺在病床上 不再搭理诚哥 十几分钟之后 左寒朝诚哥看了一眼 然后起身走到了病房门口 他悄悄将房门打开了一条缝 进走廊上没有人口 直接溜了出去 这个人疑神疑鬼 他的种种症状 确实和被害妄想症很相似 诚哥从床上坐进 我要不要帮他 不用费力去思考 诚哥已经感觉出来了 左寒今晚离开 并非去探查医院那么简单 这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试探 他不信任左寒 左寒也没有完全信任他 在被害妄想症的患者眼里 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 都是潜在的敌人 保持着原本的姿势 诚哥在床边坐了十几分钟 左寒仍旧没有回来 他看着错开了一条缝的房门 拖着那条打了石膏的腿 慢慢走到了病房门口 拉开门 诚哥朝着外面看去 医院的走廊上并非一片漆黑 楼道拐角和护士站那里都亮着灯 和我印象中的医院的样子完全不同 难道那个阴丝黑暗的午夜医院 真的是我幻想出来的 诚哥现在已经可以掌握好一个度了 他不会去深思任何问题 只要不刺激到过去的记忆 大脑就不会传来那种 仿佛要被撕裂一样的疼痛 我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时 并没有感到头疼 但让我试着回想昏迷之前发生的事情时 那种疼痛就会突然袭来 这本身就很奇怪 曾经的记忆 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仅仅只是想一想 我都会感到疼 服用了大戒量的药物 身体无比削弱 还饱受着病痛的折磨 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诚哥依旧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和祖寒也挺像的 他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在害他 我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在骗我 难道我们真的生病了吗 和一个精神病人的症状如此相似 那就是间接在说明 自己可能也是个精神病人 能意识到自己可能得病 这说明我还具有病实感 我的自知力并未减弱 自知力 脑海中莫名其妙 蹦出的三个字 让诚哥愣了一下 自知力这三个字 我为什么如此疏心 这东西好像对我无比重要 我需要自知力 需要某个带有自知力的东西 疼痛如潮水袭来 诚哥似乎又触动了以前的记忆 脑海中无数记忆碎片撞击在一起 疼得他几乎要晕倒 诚哥的双手撕撕抓住床栏 咬紧了牙 牙关已经流出了血 但他依旧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为什么会对自知力散个字 印象如此深刻 意识开始模糊 诚哥再继续思考下去 就不仅仅是头疼了 他可能会直接晕倒 深吸一口气 诚哥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按照高一省焦的呼吸方法 反复尝试了几次 大脑的疼痛终于缓解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诚哥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 他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 如果晕倒的话 另一个窝是不是就会出现 我能够和他对话吗 在诚哥准备回自己病床的时候 走廊上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左寒走路没有声音 应该是护工过来了 诚哥还记得左寒的话 他躺在病床上开始装睡 大概过了十几秒 脚步声停在了病房门口 眼睛眯起 诚哥盯着房门 他并没有紧张 更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安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心理素质好得离谱 喷的一声 有人轻轻敲了一下房门 紧接着脚步声响起 门外的人离开了 什么意思啊 凌晨三四点跑过来敲一下门 然后离开 这是护工的恶作剧 门外的人并没有进来 而这也成了最让诚哥迷惑的一点 敲门的人是谁 护工 左寒 医生 还是病院里的其他病人 又过了一会儿 病房门被推开 左寒冷着一张脸走了进来 顺利吗 这所医院很大 是综合类医院 我们所在第三病区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左寒走到了诚哥床边 伸手笔划了一下 把医院笔作枕头的话 我们大概就在这个角落里 你有信心逃出去吗 诚哥更关心的是这一点 刚才莫名其妙地敲门手 让他产生了一种急迫感 似乎在这里待得久了 会有更加不好的事情发生 没有 左寒回答得很干脆 楼道口安装有监控 我们这栋楼有三位护工 和两位护士 二十四小时看护 离开病院的大门也上了锁 钥匙也不知道在谁的身手 钥匙啊 提到钥匙 整个脑海中 好像划过了一道闪电 他就仿佛一个溺水的人 突然抓住了一根稻草 我需要一把钥匙 对 没有钥匙 我们根本就跑不出去 左寒觉得诚哥语气很乖 他没有再继续跟诚哥交流 回到了自己的病床上 你不睡觉吗 诚哥发现左寒依旧穿着衣服和鞋子 侧身躺在床上 一点要睡的意思都没有 我可不想死在睡梦中 左寒闭上了眼睛 他把一只手藏在怀中 掌心似乎藏了什么东西 刀 不太像 应该是某种风力的东西 他从外面弄到的 按照医生所说 左寒是一个患有严重被害妄想症的病人 这样一个危险的家伙 手持不明物体和自己在一个房间里 想想都觉得可怕 理智告诉诚哥 他应该恐惧 但说实话 他内心里没有任何波澜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诚哥闭上眼睛睡着了 开门声响起 诚哥缓缓睁开眼睛 窗外的晨光照在了他的身上 他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这样的生活挺不错的 只要不去回想那些糟糕的记忆 我看起来和正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诚哥扭过头 左寒仍旧躺在床上 他直到天亮好像才睡着 看来你昨晚休息得不错 高医生站在门口 他没有去看左寒 而是直接走到了诚哥的床边 昨晚你有没有做噩梦啊 没 诚哥摇了摇头 看脑海中高医生的那张脸 和现实中高医生的脸重合 或许是看得多了 两种相互矛盾的记忆 竟然有开始融合的趋势 脑海中似乎有一股力量 在慢慢地改变他的认知 让他看清楚现实 帮助他剥离掉那些疼痛 这说明我的治疗还是有效果的 高医生很是欣慰 今天我就不让许婉继续给你送饭了 你已经在病史里待了很久了 该出去走动走动了 这对康复有很大的帮助 出去走动 我能去那个乐园看看吗 诚哥立刻来了精神 高医生哑然失笑 你是想去看那个鬼屋女老板吗 这恐怕不行 你暂时只能在医院里活动 好吧 我去给你拿夜拐 稍等 高医生出去之后 原本昏迷的左寒突然醒了过来 他朝诚哥笔画的一个手势 嘴里小声说道 别信他的鬼话 你怎么还没睡啊 左寒没有再说话 一动不动 就好像还在熟睡一样 几分钟后 高医生拿着夜拐回到了病房 他将诚哥扶起 两人一起走了出去 整个过程中 高医生都没有跟左寒说一句话 也不知了高医生是担心打扰左寒睡觉 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 吃过早饭 诚哥和高医生来到了病动外面的花园 因为错过了开花的季节 花园里并没有多少花 不过待在这里仍旧让人觉得很舒服 风穿过了树梢吹在脸上 好像一双温柔的手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地上 如同游动的金鱼 道路两旁的树木修紧得整整齐齐 仿佛一片平静美好的绿色湖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